娱乐通天下娱乐乐翻天 既然有学员会止步盲选 遗憾离开舞台 每一位导师都要面临揪心选择 而且越到后期 能够让导师转身的学员实力都会很强 而能够还留在战队里的学员实力也很强 因此 导师再做出选择事也会更加艰难 这点从中国好声音第五期预告视频中就能看出来 在预告视频中有一个镜头 汪峰给男人下跪 请那应认真考虑 因为正片还没有正式播出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差不多的场景之前也有过 去年谢霆锋为了让另外三位导师留下高瑞 给他们深深鞠躬 因此 有可能是在第五期 汪峰战队发生抢位战 而这场PK是强抢对决 两位学员在汪峰心中都很重要 汪峰在选择其中一位学员后 也不希望另外一位学员离开 所以请求那应救下这位学员 这样的场景在第五期预告视频中还不止一次 那应也有给汪峰下跪 汪峰出源阻止 这里的氛围没有汪峰给那应下跪时那么严肃 感觉其他导师都面带笑容 因此 有可能是那应 汪峰两位导师为某位学员转身 那应希望汪峰不要和他抢这位学员 当然 也有可能是抢位战 那应不希望某位学员离开 而之前汪峰用下跪的方式让那应救下某些学员 这次那应想用同样的方式 让汪峰也救下某位学员 至于是不是还要等第五期播出 除此之外 第五期预告视频还讨论了一个观众很关心的话题 原创是否成为加分项 在女荣浩看来 原创是一个默默的小加分项 而在汪峰看来 他们不会因为原创就加分 这两位导师的回答截然不同 而从目前几期的效果来看 比较认同汪峰的看法 不应该因为原创而加分 今年中国好声音演唱原创作品的学员非常多 多到给人感觉看的不是好声音 而是好歌曲 之所以唱原创的学员很多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唱原创 在一些导师心中是加分项 更容易获得导师转身 导致的结果是不管原创作品品质如何 很多学员都会选择唱原创 而不选择翻唱 唱原创没有错 但是也要看原创的品质 要看这首原创作品能不能够凸显学员的好声音 比如 维里安的原创作品忽然就是品质很高的原创作品 再比如 王静雯的《讨》也是不错的原创作品 这些原创作品属于高品质 可以于凸显学员的情感表达 可是还有很多原创作品 太不平淡 本来学员有很好的唱功 有很好的舞台表现力 却因为原创作品束手束脚 不能发挥全部实力 导致原创作品不够好听 也没能留在舞台 遗憾淘汰 因此 原创不应该成为加分项 导师应该注重好声音 而不是原创 只有这样 才能让学员明白好声音才是最重要的 才会认认真真的选歌 而不是不管不顾上来就唱原创 希望到了第五期正片中 可以有更多关于原创的讨论 让学员明白这是好声音 而不是好歌曲 只有如此 之后才会出现更多好听的歌曲 更多的好声音 本期节目就先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